如果你正在看着 15万令吉上下的这个 Price Ranger SUV的话呢 在这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那就是在这样多的选择里面 你有多一个选择可以翻了 它就是 最新的这个Toyota Corolla Cross 没有错 这一款车很快就要来到我国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呢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分享 我们目前所知道关于这一款车的 所有细节 不过在讲细节之前啊 我还是和大家复习一下 Corolla Cross是什么车来的 从车名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款车是Corolla车系延伸出来的 这个修理版本 这款车同样是以这个TNGA系的 模组化平台打造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平台是好料的嘛 有这个高刚性啊 轻量化啊 低重性 操控好等等等等的优点 但是呢 Toyota其实是把这一款车定位成一个 B Segment SUV 在这个Toyota RAV4 之下啦 然后它秒准的对手呢其实是 Honda HR-V 还有Mazda CX-30 那其实这一款车啦 是这个Toyota专门为我们这一些市场 打造的一款Crossover 主要是拿来取代 Toyota CH-R 这一款精品的SUV的 其实CH-R 在欧洲很好卖 但是在其他的市场呢 销量方面其实就稍微比较逊色了一点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亚洲市场 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普遍上 在这个价位这个range 还有这个等级的车款上呢 他们其实比较注重价位 还有这个空间性的表现 所以呢这个Corolla Cross 它在这一方面就非常的实际 虽然说这一款车它的这个轴距和CH-R 相同 但是呢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是 基本上是沿用了这个Corolla Altis 的内装设计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款车在空间表现上呢 将会和这个Corolla Altis 不相上下 比这个CH-R 是好很多的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尾箱容量 其实是高达487公升 这个相比起它瞄准的 这个HR-V 还有 CX-30 呢 其实是高出了蛮多一下的 OK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关于这个我国版本的 Corolla Cross 的所有细节 在之前有传出这一款车呢 将会在我国拥有这个 Hybrid 的配置 但是根据我们收到的这个最新消息啦 目前暂时是不会有这一具引擎 不过我相信在未来也就是后续啦 可能 Toyota Malaysia 会导入这个 Hybrid 动力组合 也因此呢这个 Corolla Cross 一开始来到我国的时候 将只会只有单一引擎 那就是 1.8L 的 Dual VBTI 自然进气引擎 这一件引擎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啦 就是分别出现在 Corolla Altis 以及我国版本的 这个 CH-R 身上的同一件引擎 它的最大买率表现为 139PS 峰值扭率则是 172Nm 并同样搭配这个可以模拟七个档位的 CVT 无段数变速箱 这一具变速箱和 Corolla Altis 和 CH-R 身上的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在动力方面呢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 将暂时不会有这个 Hybrid 只会有 1.8NA 单一引擎 在规格方面呢 根据我们所收到的这个消息啦 这个我国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它将会备有两个车型 也就是 1.8G 以及 顶级的这个 1.8V 在这个配备方面主要的差异 首先我们知道的是这个 1.8G 将会采用鲁束大灯 至于顶级的 1.8V 则会采用 LED 头灯 另外它的这个轮圈方面也是尺寸方面会有所不同 分别是 17 吋 以及 18 吋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部分了 入门的 1.8G 将不会被有 Toyota Safety Sense 至于 1.8V 则会拥有全套的这个系统 至于在这个其他配备的方面呢 我们相信这个 Corolla Cross V 还有 G 版本 它的这个差异性应该会和我国的 Corolla Altis 相似 那就是可能在这个内装部分呢 只有这个比较贵的版本才会有这个 7 吋的 Half Digital 仪表盘 双清红红空调系统等等的 然后在这个仓级方面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那就是顶级的将会和 Corolla Altis 一样 采用这个 9 吋的触屏主机 并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但是还是一样没有悬浮式的设计啦 还是这个电视机放额的比赛 所以说动力 SPAC 配备那些我们都大概知道了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这一款车其实会在我国上市呢 那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消息 这个 Toyota Malaysia 呢 它可能将会预先推出这个 1.8G 的版本 配额方面呢 在今年只有 750 辆 那很有可能是以这个 CBU 的方式先率先推出 据了解啦 最快很有可能在 3 或 4 月份 你就可以看到这台车了 那至于这个顶级的 1.8V 版本呢 这很有可能会在这个 6 月 30 号之后 也就是这个 SST 销售税豁免的这个灭月期 真正完了过后呢 它才推出 这样这一款车未来会不会 CKD 的呢 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消息是 可能会 但是讲真的啦 以 Marketing 的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这一台车 的确是很应该要 CKD 因为 CKD 之后 它的这个售价才会更加具有竞争力 讲到售价 究竟这台车它的这个售价会是多少钱呢 我们所收到消息是 这一款车它的这个定价 很有可能会比 Corolla Altis 还要低哦 是不是很期待呢 那在这里我们也顺便参考一下 这个 Corolla Altis 在我国的价格啦 我们可以看到 就有两个车型 价格方面呢 是大约介于这个 12 万 至 13 万令吉之间 假如这个 Corolla Cross 真的是 偏金过 Altis 的话呢 也就是意味着 这一台车很有可能 这个起跳价格 会低于 12 万 你觉得这个定价如何 好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以上的这些消息也是目前我们所说到 关于 Corolla Cross 的最新消息 至于消息 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一切还是要等到这个原厂的官方公布 才能做准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那大家觉得这个 Corolla Cross 在外形 还有在配备上是如何呢 然后你觉得 如果它真的是以这个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Specs 还有规格 来到我国市场的话 你觉得它在我国会有竞争力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 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